《境界法师》 你很容易改变 你的思想改变了 你的行为改变了 你个人的姻缘就改变了 这是第一个个人的别业 但是众生的业力 你没办法改 我们不能做到 你看佛陀出世 他也没有改变外道多少人 佛陀说法的时候 外道根本理都不理 掉头就走 多的去了 佛陀不能改变别人 佛陀也只能度化有缘的人 众生的供业你也跑不掉 因为你肯定要跟人互动 最起码 你要跟你的六亲互动 除非你住在喜马拉雅山 你要改变你的行为 改变你的思想 改变你个人的姻缘 但是你一定要跟众生互动 比方说 你会跟子女互动 要跟父母互动 要跟朋友互动 要跟很多的姻缘互动 这个众生的姻缘改不了 众生的姻缘 不是你可以改变的 因为他不喜欢你 就不喜欢你了 跟你有没有修行 没有关系 所以你人生能改变就是 你个人这一块可以改变 但是不幸的是 你不可能离开众生 关键在这里 你跟众生的互动 它帮不帮助你 它是不是跟你化解业缘 相逢就是有缘 不是你欠它 就是它欠你 跟你的修行没有绝对关系 也许你修得很好 但子女看你不顺眼 他就看你不顺眼 那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方法 保持距离 如果它是一个地雷 你少碰它就好 没有其他方法 有些姻缘是改不了的 因为众生的姻缘 不是你可以改的 姻缘活在他自己的心中 他不想改就不想改 我们只能够改变 我们的内心 自己的内心成就的 这一块别业 可以改 但是我们的业力 跟众生会产生相互的交集 这一块就错综复杂了 人跟人之间的姻缘就无解了 他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 即便你是佛陀 他照样不喜欢你 在《大制度论》里记载 佛陀有一次想度一个外道 叫成东老母 那个外道看到佛陀转头就走 里都不理32项80众好的佛陀 诸法姻缘生 是这么回事 所以众生的业缘 这一块无解 只有一个情况 如果你跟他结过恶缘 保持距离 就这样 没有其他方法 我们没有一个人 愿意发脾气 但是我们还是发脾气 控制不了 那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 我们应该分析分析 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脾气 古人说 星包太虚 亮周杀界 我们的内心能够包容天 包容地 包容宇宙万物 但是包容不了一点点的委屈 你会发脾气 你就是有委屈 你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你就是认为不公平 你才发脾气 你认为我的付出 跟我得到的不成对比 我不应该得到这个结果 但是诸位要知道 因果它不是讲今生的 是过去 现在 未来 因此 诸位你要永远记住一个观念 所有的外境 所有的逆境 都是你内心的罪业变现出来的 跟别人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说穿了 人没有什么好委屈的 前生的你 创造了今生的你 今生的你 创造了来生的你 你必须要为前生的你负责 难道不需要吗 你前生选择这样做 那么你今生就必须要无条件地承担 因为前生的你 创造了今生的你 所以你今生不仅是为你自己负责 你还得为你的前生负责 就是这个道理 重点是你不能糊涂 一个人绝对不能对因缘法 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样子是不可以弥补的